其實內地和本港的零售市道 大家看內地整體的消費信心都是疲弱一些 消費降級是不是對佐丹奴的影響 今年表現來說相對影響都大一些 而看回香港來說 上天公佈了11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 總貨值增長擴大到接近16% 大幅好過市場預期 利好到香港佐丹奴的市場表現有多少 其實佐丹奴大家要留意 而在香港來說其實這幾年都比較好似是 轉公為首 普普店鋪不算太多 所以你說在這方面雖然方向好像對或者有利 但是可以是否這件事令到他們的嚴貌突圍而出 似乎他們的戰場機率都好像是在大中華以外為主 所以這個就要看回 如果他們未來的策略定位求量 量當然不一定是線下的 有可能是線上 或者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渠道方面 但是有機會是推動得到 而亦都希望就是說 均值 即每件銷售產品的均值來說 亦都不會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這樣去配合就會比較理想一些 我覺得始終都是香港市場相對來說 佔比小一些 所以可能利好因素未必是這麼大 沒錯 然後我們再看看自己的股價表現方面 基本因素又未至於說真是去到那麼淡 股價過去又說過億成交跌了超過兩成半 還有超過半年低位等 大家擔心是甚麼呢 如果真是基本因素未去到那麼淡 是否真是擔心派適問題呢 跌成這樣你覺得反映了相關的利膽因素 我想今天急跌都是幾方面 先是銷售 今年來的增長會不會反而是倒過來 會被拉低 第二就是如果銷售做得不好 或者推動的情況做得一般 因為以往都是派適擺得好 派適擺得好很理想的 但某個程度會否已經去到天花板 然後現在跟著來的時間都要管賠員 減回那個派適呢 這方面對很多已買了單路 反而是用一個收息的角度行先 暫時可能會有那個保留 現金流是強大 但問題是他們是否未來可能投放 是要做多些CAPS的投資 或者在這方面的推動 都會成為大家關心的情況 所以股價就先跌為敬 在這方面寧願低下 大家觀察觀望的情況 是否有沒有改善 或者派適是否都能夠配合 才可能再買回 但看到現在股價年250天 牛紅分界線都穿了 去到什麼位置會見到 明顯一點的支持在那裡 其實都要看市場的反應 我就覺得今天這樣急跌 就應該可以某程度 以往這些股份 所謂叫做 市場都是比較上 所謂假形起這個消息推動 應該都會幾快 可以找回支持多些 要是現在市場似乎 持貨的模式 要是反過來要是就流 要是就不會跟你分斷減持 一走就變成可能 全部減掉了 我想看回這兩天 正如剛才所說 去到今天的低位 如果今天的低位 暫時去到接近1.97 或者先看回1.97 1.97 1.95 有沒有回到支持 但我覺得不會 尤其是這些股份 以往來講 市場都定性為 比較上是價值型的股份 或者收息股份 跌得雖然急 但就不會立即買回上去 所以買房 反而看它看定些 跌定些 或者看同盟指標 多些 儲回一些基本面的消息 好像儲回印花一樣 才會比較放心 上班車會好些 不需要太心急 到外面 前面 是 的 的 這是 好 你 我 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